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745节 刘正武只剩下一只胳膊,这丝毫不影响他指挥 随着手里的旗子不断的变化,铺承转瞬就会变成各种姿态 三天后就要接受兵部的检验,自己没有多少时间浪费了 明天白马队就要配合铺承作战,如何在恰当的时间放出攻击的马队 这是刘正武需要特别注意的 为此他和书院的学生们不眠不休的研究了最快的开城方式 铺承最奇妙的一点就是无论哪个方向都能够成为城门 非常的突然,一定会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的 而大唐的骑兵就能在最舒服的位置上给敌人发动最猛烈的进攻 成楚墨极力的要求亲自统领骑兵 军中没人能够争得过他 刘正武只好上到驼城上去,当驼城的指挥官 干了两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座驼城 驼城上的士兵最好是十字的 这已经在决策层形成了共识 不说别的,光是驼城上形形色色的链接扣 想要认全面了就需要很多的时间 更不要说上面的数字标示和说明书了 可是云叶的全军十字计划啊,彻底的泡汤了 汉族们早上好不容易认识的两个字 到了晚上就会和着米饭一起吞下肚子 第二天早上再问 他根本就不记得自己昨日还学过什么学问 掌握文字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做到 看着那些十字的军士上了驼城耀武扬威的向他们展现自己身上的红袋子 只能骂一声娘 然后发誓一定要自己的儿子读书十字 要不然将来连秋八都当不了啊 训练很艰苦 火焰山下的夏日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不但人受不了 就是骆驼都会昂起头来吼两声 只要是从驼城下来的人 就会立刻从坎儿井里提上了一桶子凉水 先把脑袋塞进去喝几口 然后呢就把水浇在自己的身上降温 一天下来水喝的太多 人的肚子只要一走路 就会跟牲口一样 咣当咣当的响 中午的时候是休息的时间 高大的杨树底下躺满了横七竖八的人 至于阴凉的坎儿井 向道里那更是人满为患 只有骆驼好像并不在意 卧在驼城的木头架子底下 悠闲的嚼着青草 杜如悔亲自来了 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七十岁的老人家万里奔波 确实太辛苦了 穿着一个短挂子 摇着扑扇 在云夜的陪同下参观了整个驼城 看着远处火红色的火焰山 笑着对云夜说 都说此地乃是人间酷暑之急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戈壁就是这个样子的 尤其是这一带 那座山的石头上能够烫熟肉饼 鸡蛋搅碎了放上去 不一会就熟了 一年都下不了几滴雨 如果不是身后的折罗曼山 这里只能是汉拔横行的地狱 云夜请杜如悔去参观了坎儿井 这样的水利工程受到了老杜的大力赞扬 并且请云夜在驻守北庭期间 千万不要忘记继续将坎儿井向远处延伸 他发现坎儿井到了哪里 哪里就是一片绿洲 参观了一整天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 杜如悔才向云夜问起突厥人的动向 根据郭孝克的消息 突厥人已经在准备远征了 他建议大唐应该即刻西进 迅速的控制整个西域 不让土拨人染指才是 云豪 郭孝克这样的奏折超过了十封 将帅不和乃是大忌呀 云豪当慎之 杜如悔把话说的意味深长 云夜笑道 我的资历不足以服人 老郭又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主 发出这样的不同意见呢 那也是有的 不过依我看 西进不可取 至少三年之内不能提 去年的时候 马贼横行 那我还不是很担忧 但今年开春以来 马贼全部销声匿迹了 这让我非常的担心 情形太诡异了 陆下 我感觉今年会有大事发生 所以今年我不会翻过雪山回到北亭救治 而是准备固守高昌 只要守住高昌 不让他们流窜进草原或者拢幼 就先满意足了 至于老郭既然不喜欢留在我的麾下 那就翻出去吧 强扭的瓜不甜 我不在乎他那一万多人 相反 非常的担心他会捅出大祸来 其实他只要看着土拨人 不让他们从高原上下来 就是大功一见 我不明白他为何会如此激进 或许他自己当了主帅就会安静一些 我要求将他分出去的折子 现在该有回复了吧 杜如悔点点头道 我就是从郭孝克那里过来的 然后啊 才到了你这里 郭孝克的反应非常的激烈 既然你也不愿意 那就恢复旧治吧 我对郭孝克也是这么说的 至于他不敬上官这条罪状 回到京师 并不自然会有公论 云烟摇摇头说 这都是小事 我只希望他不要忘了防备吐蕃人 一旦吐蕃人撕开了他的防线 就会兵临乱石城下 乱石城固守有余 进取部族 吐蕃人只需要派遣少数的军队 看住乱石城 剩下的大军就很有可能会扣官 到时候沙州 阳关 御门关就会首当其冲 这个罪名才是他担当不及的 既然您给我带来了一万援军 我希望他们能很快的加入训练 我总感觉时间不太多了 杜如悔掏出兵符交给了云烟 云烟接收后交给了副将成楚墨 成楚墨立刻就去清点兵马 一时间房间里有些沉闷 杜如悔带来了一万五千兵马 留给了郭孝克五千 给云烟带回了一万 而云烟要求的援兵数量至少是三万 一万骑兵并没有达到云烟的期望 今年以来 朝廷从关笼之地抽掉了三万兵力远赴西域 但是陛下和老将们认为 沙州玉门关阳关才是最重的地方 河西不能有失 河西有警就会天下震动 所以一万五千兵马补充给了苏定方 约侯啊 你要体谅兵部的难处啊 我知道 您一个即将致士的老人 专门走这一趟就是为了安稳将士的心 我也明白陛下的心思 关内不容有失 关外就算是打烂了也不要紧 我觉得陛下这个如意打算 不会得逞的 陆如悔呵呵一笑道 呵呵呵 老夫这是最后一趟公差了 完事以后 我就会喊你弄孙 不问世事 国朝到底是要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去管理的 这几年老夫非常的彷徨 发现自己呀 看不懂这个世界了 如今长孙家的热气球 飞的满世界都是 听说现在已经开始 载人载祸了 魏王制造的飞船最远的 已经能够飞翔三里地了 只是到了最后 总是会炸毁 呵呵 那些年轻的官员 写的关于朝廷 财货的折子 可怜房玄灵 需要找书院的学生 特意给他讲清楚了 才能彻底的明白 房谋独断呐 呵呵 老姨 老杜说的这些事情 云也非常的清楚 长孙家为了热气球 那几乎是赌上了身家性命 在书院砸了大笔的银子 希望能够获得最好的推进器 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 只能借助锋利进行短途的飞行 李泰的心比天还高 他梦想着有一天 自己的飞行速度 能够超越最快的飞鸟 他心中的飞行 绝对不是热气球 那种漫漫腾腾的东西 所能够代表的 大唐的商业 如今几乎达到了顶峰 商骨们穷搜绝育 从沙漠 戈壁 海洋 抑郁带回了无数的珍奇 长安市上无数的胡人商贩 捧着奇珍异宝 连接叫卖 而骄傲的长安人 面对这些珍宝 只是轻蔑的哼一声 就开始挑剔着珍宝的各种瑕疵 直到胡人商贩 面红耳赤为止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随着商业的兴盛 各种新的记账方式层出不穷 在东汉梁武祠福雕上 有福西苍京 出造王爷 画挂结绳 一里海内 这样的记载 也就是说 福西市在做部落首领的时候 借助八卦及结绳技术 技士等方法 管理部落生产活动 及日常的生活 这样的经济活动 对唐人来说 已经是遥远的传说了 而吐蕃人 突厥人 土域魂人 薛颜陀人 依然在用结绳 来记录自己的账策 这样一来 在互相进行的经济活动中 用绳子记账的人 是没有办法 和拿着笔记账的人 进行复杂交易的 尤其是在长安 房玄陵都看不懂账本 指望胡人能够看得明白吗 军事掠夺只是一部分 而最残酷的掠夺 就是商业掠夺 胡人们只会发现 自己的货物 越来越不值钱了 而大唐的货物 却越来越贵 大唐只要 他们最原始的产品 而对那些 已经成型的产品 毫无兴趣 也就是说 你拿着一块 没有雕刻的玉石 去长安 那说不定 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而拿着精美雕刻好的玉雕 那在长安 反而会卖不出去 狡猾的唐人 商骨们发现 越是复杂的寄藏方式和经营模式就越是对自己有利 以至于账本现在声色冷辟到房轩灵这样的智者都看不懂的地步 杜下 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发展下去 账本就失去了本意 什么是账目 账目就是记录国家 商号 或者个人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 越是简洁明了越好 怎么成了属于一个人的秘密了呢 这样记账 就说明他的本意就是欺骗 一旦开始使用账目欺骗了 就会成为大害呀 方向在第一眼看到这样账簿的时候 就该下重手 将这些混蛋拿进大理次问罪 首先要问的就是 有无贪毒之事 如果有 轻罪也当重判 我认为将他们远窜到崖州 是个不错的主意 就算是没有罪 我们也当用最恶毒的心思 来揣摩他这样记账的心思 罢官该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杜如葵听完了云叶的话 放下饭碗 疑惑的说 国朝现在正处在日新月夜的时候 老夫等人已经不能判定一件事情的厉害 就像以前 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结果十几年下来 却发现他们是对的 比如开放商股的禁令 自古以来 我们认为 种地只有三倍的利益 做工只有五倍的利益 而经商就会有上百倍的利益 很担心 一旦开放禁令 就会造成管仲在齐国的旧事 会有农田荒芜 百工废弃 人人都想着成为商股 追逐百倍的利益 而现在看起来 不是这样 种田的依然在种田 农田没有废弃 做工的依然在做工 百工越发精巧 商股的数量确实增加了 却为国家带来了无数的赋税 云侯远在边关 有所不知 今年的农税 再一次下降了三成 不但如此 租拥掉 这三项啊 也在稳步下降 老夫乐观的认为 再有十年 农无税 就会彻底的实现了 云侯可知农无税 代表着什么呀 代表着百姓再也不会造反 只要耕种 就会衣食无缺 大唐的江山自然能够 延练千载 所以陛下将防范的重点 从百姓的身上 开始向我们这些 薰贵的头上转移 嘿嘿嘿嘿 陛下的政策 必然是进一步的解除 农人的负担 哪怕 云侯现在的处境窘迫到了如此地步 陛下依然不肯大规模的用兵 就是因为陛下决定将安抚百姓作为第一要务 知道吗 老魏现在成了宫门官 身体却奇迹般的健好 每天跨上横刀气昂昂的往常乐门一站 哎 剪教步法之徒 嘿嘿 已经成了长安一罢了 老夫这样的都会被他搜捡一番 上回居然摘走了老夫的玉佩 说是该给的进门红包 说自己啊 强忍着清延了一辈子 现在啊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勒索百官 还说成门郎的职位啊 太有油水了 哎 早几十年呢 这官啊 都白当了 说到魏征的事啊 杜如悔抚摸着肚子 乐不可知 老魏将皇帝气了个半死 要不是孙思淼啊 这说不定就会龙欲并肩 好不容易活过来啊 就好像忘记了魏征的存在 这样就很好了 老夫再羡慕老魏啊 每天早晨起来就溜达到长乐门 嘿嘿嘿 看门啊 全当是松动一下筋骨 还能随意的欺辱自陛下皇后以下所有的人 把一个城门郎啊 当的比宰相还风光 老夫治世之后 能有老魏的一半威风 就心满意足了 云叶看得出来 杜如悔现在啊 真的是在为自己退休做准备 不但他是这样 房玄龄也是如此 否则绝对不会出现 让书院学生帮着自己解读账本的事情 放在以前遇到这种事情啊 一定会把做账的那个官员送进大理寺查问 老家伙们都打算混个善始善终 也不知道他们的打算能不能成功 许敬宗这个人 有个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君子不立威强之相 既然带着一群资重兵守着乱石城 自然会把自己的老窝经营的滴水不漏 自从云叶走了以后啊 他就按照袁守成留下的八阵图 继续加固要塞 省钱这种事情 许敬宗在军中是不会做的 多少钱也没有自己的老命值钱 所有从御门关回来的商队 都必须给他拖运水泥 不拖运就休想在楼兰这一带获得补给 每天巡视乱石城 已经成了他的例行公事 当他看见一只药鹰落进府底的时候 就匆匆的下了城墙 心里不断的在打鼓 只希望要应传递过来的消息 是好消息 从竹馆里倒出纸条 仔细看了之后 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副将接过纸条看了之后 立刻就私声叫喊起来 掌军备战 许敬宗是文官 这个时候要准备守城了 那自然是自己不择作战 许敬宗长长的吸了一口气 重新将纸条塞进了竹馆 即刻规笔写了两封信 两队人骑着快马 一队向关中 一队向高昌 该来的逃不掉啊 探娘的 跟着云叶这个王八蛋 这一辈子过得一日三经了 不过也好 算不上白活 既然举世公堂了 到了哪里都不安稳 乱石城是我的心血所吸 拿来搏一把 没什么了不起的 给自己打完气 就让胡姬给自己换上战甲 云家的战甲轻便 还坚固 是文官最好的选择 自己早年间 从云家逃换了一套 原来本想的当成摆设就好了 怎么都没有想到 还有靠他保命的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